赶紧去升级一下你的手机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新玩法 我们终于等来了三星相机一个重大的提升 这次的WinUI的一个小版本升级 提供了非常多的全新的相机使用的方式 非常的有意思 首先我们进入相机 在更多里面你会发现这边多了一个叫双摄像头录制 这是一个全新的功能 那么可以看到它可以同时的去调用我的后置相机和前置的相机 同时的录制 你可以通过上下滑动来调整它的位置 你也可以点击右上角这里 可以把它做一个植入式的方式 你可以前置作为主画面 后置作为辅画面 也可以点击下这里做一个切换 可能这种场景对于一些自媒体的博主来说的话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功能 然后我们找到专业视频 它这里也有个全新的功能 那么可以看到这里有个图标吗 你现在可以以广角的形式来拍摄专业视频了 可以有非常多的控制 你的快门 ISO 我们再看一下以前的版本 在专业视频里面是没有办法切换镜头的 另外很多小伙伴在问我 现在拍摄视频的分辨率怎么换呢 其实就在这里 这里所对应的分别就是 8K 4K 60帧 4K 60帧 4K 30帧 4K 24帧 1080 120 1080 60 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化 只是它换了个位置而已 赶紧去升级一下你的手机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新玩法 虽然没有导演视角那么好用 但给你一些全新的拍摄的方式 不是也相当不错吗 好吧 还是那句话关注亮哥 带你每天解决的 3E手机是种小技巧